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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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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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去給我一次重來的機會 我一定會來一拳 我們還沒死 小雪 哈哈 小雪 哈哈 哈哈哈哈 小雪 小雪 你這超像 一種二人 我出生 對這個灰草子 你不需要我住你的房子 你居然出去混混那個黃黃大婚女 你你怎麼能做出這麼長天害你的事情啊 臭小子 你趕快給我跪下 別讓我打不死 爸 爸 爸 你這個死老豆子 你要打死我兒子是不是 黃麗莎 怎麼生出來你這個孽子 我不打死他 那到底是做一輩子大牢啊 哎 做大牢 不是不是 兄弟絕對不能做大牢 公子 那一輩子都毀了 做不做大牢 是你說的算了嗎 人家小雪 是從長女孩的打架歸秀 來咱們村子 是當村醫的 那 要是小雪 到咱們村的大堆部去告狀況 咱們兒子 一定會做大牢的 除非 小雪自願 叫咱們兒子 這 這可能嗎 小雪 小雪 這件事情 是我們李家 對不住你 都是這個逆子啊 要殺要剮 你自己做決定 我 該不過分 小雪 你別怕 要怎麼處置靈異 我都支持你 願意娶我嗎 唐雪心地善良 估計我爸媽那點面子 他贏家給你 而我前世太過出手拒絕了唐雪 他後來沒有去告我 只是獨自離開了村子 既然相信該弄這次重愛的機會 我會用你一生去珍惜 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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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這件事情 責任在我 我也不會逃避 我需要你們三個替我作證 我 我不僅會取唐雪 而就會用最高的聘力 一起八抬大腳 就去進門 說到說到 好 這就是一個男人 該有的責任和擔當啊 那你準備什麼時候去小雪 一個月 一個月後 我會風風光光的 把小雪取進門 好 就給你一個月 如果一個月後 你沒有取小雪 就算你是我親弟 我也不把你親手送進大廊 對於財力 也沒有什麼要求 只要你想要的 我都就讓他存在 人家的情況我也清楚 為什麼 咱樂就不要 把你住的位置 收拾出自己 我想 我啊 這件事情 是沒有跟人家小憶 對不起你的 你能願意嫁走你家 但是我們祖上 提了八遍子的父母 怎麼可能 還讓你進我家門的時候 受回去呢 這事 我做主了 八十八塊錢的彩禮 三十二新衣服 對 我該 全部換出新的 其他的我就不說了 別人有的你必須有 別人沒有的 我也盡量了 總而言之 那你 你就是重新的 你什麼德行 我當媽的還不知道 我別在這誇下海口 到時候 你辦不到 這 還不是你自己 媽 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了 我發誓 不讓你做這個事情 繼續 哎 兄弟 你怎麼在這兒呢 我們就要去隔壁村 看張廣告去走 一個 聽說 你怎麼在這兒呢 你把學業景 你怎麼在這兒呢 是 是不是你 你怎麼知道 你這事給錢他弄賞拍了 怎麼當然知道 一個 這事你辦的可不定的啊 雖然喝幾個平時有手好行 不學胡說 可是 小學姐多好一個人 你 一個 你別怪冬子說話直 之前冬子妹妹落水 都亏了小小姐出手相救 我知道 我是想取腸學 而且婚禮有點算辦得分分光光 但是也需要一筆錢 一筆錢 那是多少 財務裡加上其他費用 最少要一千塊 一一千塊 可是我活生上下我 才五千 我 我這只有一塊 我四毛 在這個年代 以前的確實是一句話 能憑藉我前世的記憶和經驗 賺一千塊錢 你哥 不是我們不幫你 這一千塊錢 把我們賣了也湊不出來啊 兄弟們 我不是這個人 我是說 我想讓你們和我一起說 你不跟著我 我保准你們吃起來 這我相信 鳳子 你馬上去鎮上 買一些麵粉還有調味 回來我叫你做涼皮 涼皮這種東西實惠又美味 一定很好買 涼皮 那是什麼東西 能吃嗎 到時候你就知道 翔子 我需要借你家鑼子一個 最好 別弄兩坨車 到時候我們去城裡賣涼皮 能得有比較多工具 哦 好 知道 你人賣最廣 我需要你召集一些人 去上那台影 越多的人 到時候去城裡 順便賣了 有啊 這玩意誰要啊 我們鄉下當然沒人要 但是在城裡 有的是人 好 那我們分頭行動 下午進去 下午進去 下午 好 你說 有些飯店會收 我問了多少次 咱們要不收 我們拿回去 這 二位小同志 你賺誰啊 同志你好 您應該就是飯店的老闆 嗯 我們這有一筐精采的野蘑菇 不讓您這裡去不去 野蘑菇 這還真是巧了 剛說派人去福星村裡採購蘑菇 你们就把蘑菇送来了 这还真省了我们不少功夫 这蘑菇橙色不错 看来你们也是经销细选的 好 希望全一听 我出了 怎么样 希望 这过程 好 过程 各位大同志 一共是57天39太多 四十 几个人 二哥 你们村 还有没有这橙色的博物 十分饭店 最近要举办几次大的演习 如果有了 那可以上去合作 没问题 我们回去就加大采燃力度 谢谢啊 刘老板 你们这是 我刚才收的点蘑菇 橙色相当不错 蘑菇那可是好东西 有空了我到你店里来尝尝 尝尝尝尝 我还有急事 先走了 您就是执法队队长 吴安国 你认识我 我安国 执法队长 你只要现在一次抓 我前犯的任务中牺牲 八月二十 只有英语 我可是为英语的人民议士 既然找生了 不过你 不过 就再发生了 谢谢您啊 小同志 我不收群众一针一信 这枚硬币 不是给您花子 就整个你 这枚硬币 我看您印堂发飞 近期应该于雪光影子 这枚硬币 就算了这个兜的 不要拿出来 关键时刻 这 刘老板 你明明知道 武队的身份 你怎么开这样的玩笑 不管你们信不信我说的 这枚硬币您先打了 倘若真救了您的命 到时候再横桌一遍 这位老板 我先走了 小子嘴 神圣叨叨的 无理无理 郭老板 请问东西 有点筹美 什么 着急人手 立即行动 绝不让他跑了 哎 武队 注意安全 真没想到外面 这这么精简 是啊 从哪儿研究在这 我们这一点钱全卖完了 我可真人太穷卖你了 两块毛骨 居然卖了四十块钱 这不是 相当于我们一家全年的收入呀 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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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粮瓶卖完了吗 卖完了 一哥 你刚刚是没看到 我和东子刚才在厂场门口卖粮瓶 那场面 人山人海 简直是供不应求 不到一个小时就卖完了 那就 一哥 这是卖粮瓶的钱 一个26 你说说 来 一人两块 这是你们真的辛苦的 一哥 怎么还哭上了 一哥 村里人都是我们这二流的 没什么出息 可今天 你带我这这么多钱 谢谢一哥 两块钱 这比我们夏地里 再一个月的花 成都多 我说了吗 以后只要你们跟着我 保证你们吃鸡 一哥 以后我们就是你的人了 你让我都 绝对给我戏 以后 我带你们 一起飞黄跟他 好 好 站住 让我立即蹲下 去死吧 啊 趕快被车 我要去见个人 是 怎么了姐 小雪你不哭了 你还好意思问 还不是你这个臭小子干的好事 那怎么了 许红知道不 啊 就是那个跟小雪一块从城里回来的 南村医 嗯 为了反称名额把小雪屋子给砸了 反称名额 没错 小雪不是已经拿到反称名额了吗 要是跟你结婚的话 名额就不作数了 就得给人家退回去 小雪最近也在琢磨着 要不要放弃反称 所以 所以她就砸了小雪的屋子 还有一件事 那个王八蛋 之前追求过小雪 被小雪给剧了 这个王八蛋啊 你把跟小雪那啥的事 传了整个大队 对 许是那个王八蛋知道以后心里不平衡了 你怎么扣着你满嘴 狠狠狠 坐手了 我 都这个之后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啊你竟然这么想听我就告诉你 他说我一直放到不嫌底 看姑娘家 让别人变个玩意子 这祸心 就应该拉出你游戒 这赶紧满意了吧 你们站住 你上哪家 我找你王八蛋 他欺负我媳妇 真当我里家男人死绝了 你们这呢 别冲动 在这事他放不着 他怎么要再放得着啊 他都已经欺负到了 媳妇头上了 我要再不出头 就是窝闹 啊 宏哥 我跟你说 你你你别生气 哎就 他觉得 小娘们 这不是好点啊 他进来 他进来 你可算离异的二流子 被我也不能给你 为这种破贤 不值得 没错 那娘们表面看起来 清纯 没得这么好 真该多出去 邮件 邮件 早晚把他捅上手 来喝一个 切 老子就是 你干什么 还有没有办法呢你 今天 要是不给个说吧 走一下 我们去找夫人家 是说 老王子 干什么呢 你 怎么敢挡我 哎 不是很容易吗 你 你 欺负你 真正当我 我表情是风之术 你杀我 你死去 要死你 好 你住手 住手 表兄 您来的正好啊 你这混小子 不知道发什么疯 一进来对我们全打脚踢的您找找 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表兄 什么 好几个礼 平日里不学无术也就罢了 居然还敢 无非青红造白打人 你就不怕我上报支把队 抓你去蹲大佬 你就不问我为什么 不关你为什么 反正打人就是不对 不用这 我弟动手打人是他不对 那也是许红先欺负的堂选 所以他才够了 许红那为人我了解 他怎么可能平白无误的 去欺负唐学 那肯定也是唐学有错在先 就是 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都是唐学的不知廉耻 跟这混蛋 一丝不怪的被人堵在被窝里 这多少封败诉 就犹如我们村医的名上 我骂他两句 怎么了 闭嘴 你说的是人话 思论 你出 哎 张村长 黎一小同志就住在这了呀 啊 不是不是 他住在村的南头 刚才有人看见 他到村里住这去 哦 哎呀 如果不是他呀 我可能就一面呜呼了 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他 哎 您嘲说您嘲说 当着您的面还要打我 哎呀 把这混小的给我抓起来 送到直把队去 是 老实点 哎呦 敢在我面前耍后 我倒要看看 是你后还是我后 啊 我告诉你 你公司不分乱用之权 你迟早就不 怎么不服啊啊 不然你也去找靠场 要不然 你小子就等着倒霉吧 嗯哎呦 呃 住口 天有我在 谁敢带他走 不是你是谁呀 在这大呼小叫的 闭嘴 这位可是咱是执法队的 武安国武队 啊 这 执法队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要抓他 哎 我对 没想到这点小事 居然还惊动了您 这小子刚才啊 居然不分其红色为打人 我们正准备啊 把他带走呢 说他打人 没错 不对 这小子叫吕逸 是咱村的二溜子 我又没惹他 你看他给我打的 看我脸上的伤 都是他打的 武队 您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 明明是他先辱骂糖雪在先 你一记不过 在搞手打了他 谁骂他了 他他自己不知廉耻 背这二溜子在被窝里 做事不是人说了 这算是事实 不是 您瞅瞅您瞅瞅 当着您的面还在这威胁我 您可得给我做主 好 我给你做主 做主 打死你个王八蛋 武队 你为什么打我呀 人家小姑娘发生那种事情不伤心吗 你还跑去给他伤口上撒盐 脑袋让人家给踢了 就你 还当村医 村医都这么没素质吗 可是 李懿跟糖雪做了那样的事 那样的事情 关你屁事 在来的路上已经听说了 这位李懿小兄弟 愿意负责糖雪过门 这么一位有责任 有担当的优秀青年 怎么到了你嘴里 就成了一个胡作非为的二溜子 我看你才像是个二溜子 愣着干什么 可不放开 李懿 我要向您指望 卫生院院长门口 他不论他事实真相 就乱转 乱用这群一共的死 已经有这事 李懿啊 刚才是我一时冲动 没把事情搞清楚 你不必这么 如果今天不是我 李懿小同志 就被你关进监狱了 以后立即写份检讨 如果再犯 我不建议上报 让院长换个人当 咱们快滚 是我滚 我们滚 滚呐 李懿同志 再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 不对 您能突然来找我 应该是我的预言实现了 哎呀 李懿小同志 你难道真的会看相 其实您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就是了 哈哈哈哈 李懿同志还真的是个妙人哪 救命之恩 莫尺难忘 我可以请你吃个饭吗 吃饭的事情 你会再说吧 我还可以思绪 哦 既然如此 那就不打搅了 机会有什么事 你可以来找我 我 武安国 干脑徒弟 走 小叶 你怎么会认识五队啊 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闲了在这儿 小雪 以后谁要是再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 我已经打了把他拿第一张牙 可你刚才也太冲动了 要不是那五队 你可能就 就算没有五队 你也不会拿我走的 小雪 你以后就安心做我的小媳妇 我一定会让你朝着地狱之前 最欣赏的 谁是你媳妇 都还没过门呢 是真害死 算 等我去 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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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了媳妇忘了姐 嗯 嗯 嗯 我到了 先送到这儿吧 嗯 把这个拿着 这是什么 一些吃的 你身体饿 多吃点身体肥肥 小雪现在还不知道啊 她已经有了身孕 为了她自己 为了肚里的孩子 当然 你别乱花钱 叔叔和婶子挣的钱也不容易 我有那么不懂事吗 这些钱都是我自己挣的 卖良皮挣的钱吗 生意咋呀 哎行吧 养你和孩子是够了 你别瞎说 明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有啊 有啊 我要来向你提亲 你准备一下 换是干净衣服 打扮的漂亮亮亮亮 等着我来向你提亲 明天你要去跟小雪提亲 那么大反应干什么 我一个月后要娶她 我现在去提亲不是很正常吗 你你这话倒是没错 可是财礼 你放心吧 财礼我都准备好了 我现在身上有七十块钱 明天我再进趟城 不是 你说什么 七十块钱 七十块钱 从哪来的活去 七十块钱 哎 小姨 咱们全家一年到头来 才挣几百两块钱 哎 你这一天就挣了七十多块钱 为什么 挣得准备了 妈你想哪去了 我是做生意挣的 做什么 小姨 你当我们是傻子呢 你就出去买了一天摊 能挣那么多钱 姐 你怎么也不幸 这做生意 可比在地里刨石赚多了 我现在才刚起步 等我以后赚多了 你们一辈子都很坏 我才不信呢 除非啊 你明天让我陪你一块 我得亲眼看看 可以啊 哎 行了 提亲的事 我和你妈帮你掌握了 二人娘 嗯 一会你去他我掌握老子家 明天让他掌握别人 啊好 既然要去提亲 咱家的面子自然不能掉 明天我去多买点骗你 到时候我要让所有人都羡慕小学 是我李毅的媳妇 哎 哎 你咱们听俩像偷子老子 这事咱们不能就这么算 这病子找你说吗 真早有 老子要让那王八蛋付出代理 有事吗 混蛋 有件事你看就看见清了 嗯 听说 你要去当学校提亲 什么 提亲 一个只会啃老子二溜子 拿着父母的钱去提亲 给他俩吧 这么早 明天啊 咱们过去看看 看哪 我们真是的 好 好 你懂不懂不懂是聽你哪兒了 姐 回事了哎 幹嘛呢 要不是親眼看見我真不敢相信 哎就這麼一小會功夫 你就賺了小一百塊錢 這也太可怕了吧這 一百塊錢怎麼 等再過幾年啊 那一天賺一萬都不足為奇 一萬 咋可能呢 這一天還一個萬元戶呢 姐 時代再發展 國家政策開放 市場活力會徹底的爆發 到時候必然會讓一部分人先附進 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 上面越來越重視市場經濟 未來形勢一片大好 只要我把握住 這一世 我一定能再創比前世更高的會話 啥啥啥 什麼開放什麼市場會 就啥玩意 我咋一個字都聽不懂 你只要知道 咱家很快就會好起來 就行了 天也不早了 快去買片子吧 別人下去 哎呦 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快 哎同志啊 你又來照顧我們別人生意了 這次想要點啥 我要白麵五十斤 然後棉布而吃 花布而吃 好 帶花的糖漬兩盤兩個 南水壺兩個 毛巾兩個 然後牙膏兩個 塵造兩個 還有什麼錢 大白兔奶糖 大白兔奶糖兩包 紅燙兩片 同志您知道各樣都要了兩份 該不會是 快結婚了吧 差不多吧 我尽量去提心 恭喜啊 您對象呀 可真太有福氣了 提個心 給這麼多東西 我媳婦是城裡來的村衣 那又漂亮又文化 她值得最好的 這樣 東西有點多 準備起來需要花點時間 同志您可以給我留個地址 稍後我讓人給您送個錢 行 然後多少錢 謝謝 姐姐共事 你算快點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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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這 這 你會是死了吧 這還活著 那不惜衛生 那這咋辦啊這 哎同志 照我說你兩個就不要管了 這年頭碰槽的事情是有發生 萬一他把你們額上了 你們這有藏屍了呀 夏小玉 咱們村那個鐵道之前 碰到隔壁村豬老頭摔倒了巨蝠 結果卻被那個豬老頭一口反咬 說是他推的 最後賠好幾十塊錢才了事呢 我們可不可以坑啊 行了 那也不您見死不就啊 宋志 幫我弄一個乾淨吧 弄一碗紅糖水 好吧 到時候如果吃虧了 別把我人情想關掉了 來了來了 來 快快快快快 你慢點吧 姐 來 醒了 真的醒了小姨 來來 來幫我先起來 慢點慢點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老婆你應該是滴血糖 剛才喝了點糖水已經好多了 小猴子 生如說錯 像你現在的年輕 以前不多了 舉手之道 小玉 你既然老婆現在沒事了 那咱們趕緊走了 別耽誤你女士氣呢 好 謝謝 慢點慢點 那你幫忙聯繫下老婆的家人 好 老婆先走了 那我們就先走了 你先再罷了這個事 自己 請 老婆 你們家人在哪 我送你回去 走 爸 老闆 hard 神聖 好 你 看 你怎麼 懂你走 你知道嗎 这个 那个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他呢 他叫李毅 是红旗公社的人 他今天要去提亲呢 我们待会儿 还要给他去送信礼 提亲 这么大的提示 他居然能偷出时间来救我 真不错呀 阿兵 一会儿替我去跑趟红旗公社 带我替这个李毅小同志 到我洗 另外 在那个片里上生了鸡 行行好 那咱回吧 爸 我走 把你慢走 小小 李家肯定是有事耽搁了 不会不来的 就是 我上工的时候 听说李毅娘去张婆子家 应该是请张婆子做梅 他昨天说的那么肯定 绝对不会放你哥子的 哎 我听说 人家李毅喜欢的是 那个隔壁村的王雪梅 人家还发誓非他不娶呢 是吗 哎你们说 他今天会来吗 这么晚了还没来 显然是不来了吗 就是 这叫唐玄 丢人丢大了 对呀 这就是女人不守复道的下场 这种女啊 送我我都不要了 来来来走一个 小雪说李毅的媳妇 凭什么送给你 小雪 我来晚了 放心 小雪 你别怪李毅啊 她不是有意迟到的 我们刚刚啊 是在路边救了一位老婆 这才给耽搁了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吧 李毅肯定是有事耽搁了 不会不来的 就是 提亲钱做好事 就是积福积德 小雪你别生气了 我没生气 小雪姑娘 今天我们是代表李佳 向你来提亲了 你们虽然是自由恋爱 但是 这该有的程序 李佳是一步也不会少的 下面就由村长 宣读婚书 婚书 两性联姻 一堂地约 良缘永结 匹配同称 此日桃花啄啄 一时一家 可他年 爹绵绵 耳昌耳痴 仅以白头之约 书相同间 好将 同夜之盟 载入 冤谱 死正 哎呦 这村长 就此有结尾呀 这说字词 拽得一套一套的 小雪 恭喜 恭喜啊 下面是彩礼清单 彩礼 八十八元 蜜 白面 油 各一百斤 此外还有棉布二尺 花布二尺 带花的 糖瓷脸盆 两个 暖水瓶 两个 毛巾两条 香皂两块 牙膏两条 雪花膏两瓶 红糖两斤 大白兔奶糖 两包 村长 你这帮李懿 打圆场也就算了 怎么还帮他打肿脸 冲胖子呢 你什么意思 哎呀 我这意思还不明显吗 你说那么多彩礼 又是棉布 又是白面的 这么多普通人家 三年都赚不到 你这让李懿 上哪拿去啊 再说了 说那么多东西 我怎么一样都没见着呢 就是 我还没见过谁提个亲 还拿这么多聘力 更何况 还是李懿那个二溜子 你们就那么确实 我拿不出来吗 李懿 你自己什么德性 心里没点数吗 一个整天不得 是是有手套衔的二溜子 这么多聘力 再说了 这么多聘力 加起来得一百好几了 你拿得出来吗你 瞧起谁呢 我们李懿现在可出息 在城里卖凉品呢 呦 卖凉品 哈哈 一个投机学校的行为 能赚多少钱 别到时候凉品没卖多少 抓进监狱了 李懿 其实我不在书里就好吧 你别为了我 我说过了 我会让你成了这个书 我最幸福给你 有些人只是嫉妒 见不得这么好 聘你就按清单上的栏 我还先送他手 哈哈 哈哈 吹牛 吹牛谁不会呀 但事实就是事实 你拿不出来呀 哦对 满月 我不会我没提醒你 这小子就是一个蛮嘴 胡言万语 信口开合的二溜子 你不要嫁给他 迟早会后悔的 我要是拿得出来 你要是拿得出来 我跪在地上 给你磕头叫爷爷 就是 听理道 二河当 哎这不是那个 是能莫市场的库房总管孙泽吗 哎他怎么亲自来了 快上走 哎呀是他宿命 这位就是你一起 你知道吗 你要的聘礼 我帮你送来了 米五百斤 面一千斤 油三百斤 另外的棉布花布 糖瓷脸盆 南水瓶的 各十套 小姨 这怎么这么多呀 我怎么不记得咱们买这么多东西 我当然是来结识这位李小同志 结识李 李小同志 年轻有为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你提亲我也厚着脸还蹭着光 今后你只要在我们农贸市场买东西 一律啊五折 一律五折 这完全是皮本出售啊 到底怎么回事 孙老板这样的人 你只能接穿你意 听什么 哎 有 你是不是忘了跟他说的话呢 对不起这 走梦 你不过就是一个整天游手好翔的二溜子 怎么会送的出这么多片子 李一放了 你一定要跟郑伦记脚 好 那我们聊一聊结婚是谁 才结婚呢 你认婚你他是结不了了 才结婚呢 这结婚 你怕是结不了了 郑兄 您怎么来了 李一 跟我们走一趟 哎 等等 郑院长 这逮人 要一个理由 这李一犯什么错误了 你们要逮他 犯什么错误 你自己询问他 郑院长 我从未做过任何措施 您是不是搞错了 哈哈 你要是没做过任何措施 那为什么是李的大老板 是明道姓要找你谈话 是李大老板 找李一谈话 啊 李一 我还真以为你敢结归正了 没想到 你是勾改不了吃屎 这次犯下的事 竟然还惊动是李的大老板 黄萱 我劝你还是不要嫁给这种男人 别刚结婚就成了寡妇咯 李一 你最近发什么事了 小雪 你相信我 什么事 要想人不知啊 除非己莫为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 最近你一直在城里私自摆摊卖凉瓶 这种投机取巧的事被抓到 那可是大罪 郭院长 我觉得 这可以出现什么误会了 你看 这第一啊 可是五队的救命恩人 要不张村长 哎 李章 你也是管事 难道还不明白事情的状况 这一次李一得罪的可是是李的大老板 就算是五队来了 那也没用 李一 你自己走 还是我们抓你走 不能带他走 同院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李小同志 是你的大老板 哼 但据我所知 李小同志 为人正直 助人为乐 根本就没有做过任何错误 哎 你说没做过这个事 你是农贸市场的人 最好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为好 你 郭院长 今天是我和小雪提亲的日子 能不能通融一下 等我们敲定了结婚日期 我就跟你走 还结婚呢 你这一去都不知道能不能回得来你还结婚呢 哼 李一啊李一啊 你要是真的为唐雪好 我劝你 还是不要结婚了 要是 连市里的大老板都敢得罪 你还是老老实实蹲大运去吧 这是唐雪 等你出去的时候 早就改嫁别人了 李一 你之前对唐雪做了那么触格的事情 我本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想不到你死刑不改 变本加厉 那就怨不得我了 别动 不行 你们不能带他走 谁要是敢来 一起抓走 谁敢动他 我看谁敢动他 哎呦 老老板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我不知道你在公社里候着吗 真晓得我给你抓过去 想问 爷你完了 大老板居然亲自过来 今天 你小子是在劫难逃 谁 你快跑 这鞋给你挡着 不用 我是这么容易 这是 我倒要看看 你放了什么 你臭小子 你打这么酱了你 你刚才说什么 抓起来 你要想 没错 这小子就是李一 他一直都是我们村里的二六子 呃 是我们管理无法 让他去市里胡作非为 我这就把他抓起来 露了干什么 还不赶紧把这小子给我抓起来 我 我 我老板你你你干嘛打我啊 谁让你把他抓起来的 我什么时候说要把他抓起来审问 啊 这什么 这这这这 哎呀 表舅 您是 会错王老板的意思 王老板的意思是 把这李一 直接抓起来 送进监狱 不用审问 是吧 王老板 这这李一小同志 是我父亲的救命人 我今天来就是感谢他 为什么 再把他抓进监狱 什么 救命人 什么啊 救命人 你 你什么时候救过王老板的父亲 难不成 是那位老伯 这 我 王老板 你你没开玩笑吧 这这这小子救过您父亲的命 你看 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今天 我听闻李一小同志提亲 特意去孙老板夹着了屁股 就是为了感谢他 能想到这么喜气的日子 远备你们两个就毁了 孙老板 你事先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不能怪我 是王老板不让我说的 说是要给李一小同志 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惊喜的确够大 竟然弄了这么大个乌龙 从院长 我老板 我真的是不知情了 我 我要是老知道李一是您父亲的救命的人 你就给我一百个大客我也不敢啊 我看你这院子啊 你当的糊涂 回去之后下下班吧 那让你去压养老去 当村长 这个事情 麻烦你跟着落实一起 没问题 不要啊 不要啊 王老板 您杂人有杂料 你又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这次就把我当个屁 不义手给放了吧 带走 王老板 王老板 我不能迷上工作啊 哈哈 李小兄弟 非常感谢你仗义出手 才保住了我父亲的性命 王老板 举手之劳 我相信 但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遇到某种情况 都会出手相见的 话说如此 但在那种情况下 还能仗义出手相救 就成功保住了我父亲的性命 我本人以及权家 都特别感谢你 为了表示感激 有下账头呀 给你争取了一个 建议勇为积极分子的称号 你奖励现金啊 200元 钱我不得了 就说我留下了 我做这些事情 是出于我的良心 不是来的钱 李小同志 果然为了政治 那我就不强求 以后要是有什么难处啊 就是到家去找我 去找我 这时间也不早的 今天是你大学日子 我就不打奖你们 好的 先走了 王老板慢走 吓死我了 别臭 我还真以为你算什么事 我试没有了 人吗姐 嗯 你以前是 不过现在感觉 以后不会再试了 你前傅 我们进屋 商量你们结婚的日子 对对对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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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来 ecu 也出 唐雪 結婚這麼大的事情 要不要先通知一下你家人 不要 小雪反應這麼大幹什麼呀 畢竟你要結婚了 這種事情 你通知家裡人多少是有點 聽到他們知道了 為什麼 拉姐 我就別問了 反正心情就不容易 姐 小雪跟你說 是沒有太難言之意 你就別問了 小雪 你願意明天給我進大城嗎 進城 去幫我買良品 最近生意火爆 是讓他們幾個忙過來 氣死我了 這李毅到底一天早的什麼周世元 之前 和支把隊打上關係 現在又和城裡的大老闆這事 哥 哥 要不然咱們還是算了吧 你表秀現在也被撤職了 咱們連個靠山都沒有 咱肯定動不過他 算了 老子咽不下這口氣 哥 我有個重點 你那小子最近不是在城裡幹陽車嗎 這屬於電型的偷襲取情 如果 人機制人隊不夠 保證他吃不了 豆腐 這小孟 他可是在城裡認識的老闆 那又如何 偷襲取巧這罪名很大了 只要 我們給他坐實這個罪名 誰也救不了 好 就這麼辦 明天啊 先去一趟製造隊 哼 這厲害 看我怎麼找死 林兄弟 這是你今天的蘑菇錢 一定辦了 劉老闆 這錢有點多了 不不多 不多啊 劉老闆 李小同志啊 你提供的這個模仿味道 鮮美 我飯店的客人參與絕口 生涯人比以前好多了 只是啊 我有個小小的請求 什麼請求 你說啊 你在唐唐賣一種 涼瓢的美食啊 生意很好啊 快想把你這個涼瓢 關於我飯店的残座上 還行不行 這事 沒問題 只是 今天我沒有多餘準備 只有一百份 我先準備 明天我多準備 好了 咋的 謝謝謝謝啊 行 那我就先完了 好嘞 李毅同志 可暂時找到你了 不是 您找我有事 老五 這就是你說的那個三名 沒錯 上次多虧了李毅同志 才讓我逃過一劫 李毅同志 我來介紹一下 他叫李剛 是我從小一起長大的伙計 目前是治安隊的隊長 我們這次來找你啊 是有事相求 是孩童失踪案一件事吧 咦 你怎麼知道 按照時間推斷 這個時候 市里應該發生了一樁重大孩童失踪案 前市這個案子雖然告破了 但因為拖延了太久 死了十幾個孩子 當時很多人都引救了辭職 你記得沒錯的話 辭職的人也救了李剛 我知道你們想問什麼 立在東南 東南 如果你們相信我的話 就按照這個方向去深挖 一定有你們先回 這時候 怎麼捨捨幫我 東南 剛好是我們這次搜查的薄弱點 王力立即安排人手 對東南方向進行地毯式搜索 老吳 你不會真相信這小子在胡言亂語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我們已經上上年定了軍令狀 如果破不了這樁案 你我都得引誘辭職 快 好吧 那我就陪你胡亂一次吧 哎 哎小姐 你憑什麼看不起人啊 不買就不能看了嗎 這不能摸了嗎 你們兩個農村來的鄉巴佬 手腳上都是你 萬一你給我摸髒了 你給我陪啊 我們 怎麼了 出什麼事了 哎小燕 你來的正好 我跟小雪看上了這個紅色被面 想著買回去給你們做一床洗被 結果呢 這個人一臉嫌棄 還拿回幾對小雪 那就 算了 我沒事的 怎麼就沒事了 喀著 就分明就是欺負人 我怎麼欺負人了 這套被面你摸髒了 我賣不出去 我有錯嗎 你怎麼知道我們買不起 你知道這套洗被多少錢嗎 十八塊錢 你們一群面朝黃土被朝天的臭農民 能買得起嗎 你罵全臭農民 你這套壞你你試試 你是不是覺得兩位女同志穿多苦素 沒有你打扮的花枝招展 就不配接受你的服務 我 不要解釋 解釋就是掩飾 我告訴你 你這就是搞階級騎士 你看不起人民群眾 你騎士廣大農民 你胡說我沒有 胡說工農一提 我看你就是忘了自己的根本 你都忘了我們幾個穿得好與不好 但是我們都是堂堂正正的活著 吃你家一粒米穿你家一寸布了嗎 你在我們面前顯示什麼優越感 你們這些之所以能站在這擺這些臭架子 不是因為你有多優秀 而是因為我們這些農民每天辛辛苦苦在地裡工作 種地供養著你們 再回頭看看你們 吃著我們種的糧 還用這種態度辦事 美其名曰為人民服務 你不騷擾好嗎 說得好這話說得太對了 就是再讓你們狗眼看人低 這回碰到硬茶了吧 就得這樣一個個鼻孔都掌到腦門上了 不知道有啥地方出氣 買個東西還得受他們的嫌棄 誰在這擋擾擾擾的 哎呀店長就是他們他們欺負我 誰在這擋擾擾擾 店長是他們他們欺負我 你們什麼人 聽什麼欺負我 不知道這是人民商店嗎 人民 你不是說我還以為是推薪商店 這 這話是沒什麼 在抹黑我們人民商店 就你們這服務菜 還用得著我抹黑嗎 你看看大家的 免一個不生氣 行 我警告你 好像是廢話 今天不管你們有什麼理由 都給我趕緊走 我們人民商店的王大老闆 今天前來市場 要是驚嚷了王大老闆的大下 別怪我自己都不客氣 憑什麼大老闆來了就讓我們走 你看看你們標語上顯色 為人民 我們都是你們要服務的人 沒錯 我們都是你們要服務的人民 憑什麼讓我們走 就是 你這是階級騎士 我們不走 而且我還要再強調一點 你們人民商店是足夠足銷的 所有的商品都是給老闆進去 不是說什麼貴的東西 就是這麼大的老闆 我想說 你要是繼續在那補党完成的話 我只得讓你們吃把豆子走 說讓咱吃不了豆子走 王大老闆 說讓咱吃不了豆子走 我很好吧 王老闆 你們兩個正好啊 在我們店裡鬧事兒 我跟他們說了 你要起來店裡試試 可他們就是不走 真是不可領域啊 誰不可領域 就是他大老闆 他就是一個鄉下農民 宿主地底下瞞不講理 剛才還抹黑我們人民商店的名聲 是你不講道理 我們分明就是來買東西 別哭了 憑什麼 因為這個背面子 是我們給大老闆準備的 憑什麼讓你摸呀 道歉 聽見沒有 大老闆讓你跟我們道歉 我不是說讓你給他道歉 我憑什麼道歉 老闆 你是不是搞錯了 剛才弄出的是打 到最近應該是打才對啊 哎呀 你我是眼瞎了 還是耳濃了 周知 我平時怎麼教你這樣 讓你為人民服務 為人民服務 你就是這樣為人民服務的 我 我 還有你 你 鄉下 你以為你生下來就是城裡這樣 你也不是鄉下來了 沒有他們這些鄉下農民 你穿什麼穿什麼 你幹什麼 我 你還要是你 誰知道你兄弟 誰知道你兄弟 哎你們兩個倒好 實際上的好的 還穿著漂亮的 就關於你的 現在什麼不完事 你 王老闆 你別生氣 我們馬上道歉 快 還不道歉去 我又沒錯我憑什麼道歉啊 你 老闆 你要是再也不道歉的話 你你就不要下班了 好你個真正 像一個年輕貌美的紅花大 闺女都讓你給破破了 你現在還要開除我 你信不信我辦你點事都走出來 啊 你們兩個能來早就開始了 還沒進 過了吧 你別提到胡說八道 你們兩個明天就不用下班了 什麼不活了不活 你不活了 明天小公子 我正準備起紅棋公社掌握 沒想到在這樣想你了 李易 你不是會是這位大老闆 小姐啊 他就是說我跟小李易上次救的那位老婆 黃老姐子最近身體可好 還是那個老毛病 安排回到房子那裡整個人 轉門給我配的可會 别害我 上次你救我一命 我还没有当面感谢呢 哎你不是来买东西的吗 想买啥随便跳 我买单 不用了我老爷子 我救您又不是为了你的报告 我知道你不咋想 那咱们两个交个朋友不行 那好吧 走走走 还愣着干什么 开车生吗随便跳 别跟我客气了走 老五我都说过了是这小子糊涂的 可你偏不信 我们拍摄了三千的经历 电坦式的搜索 到现在连毛都没找见 这不是还有两个矿洞吗 他说要往深里挖 我觉得他这肯定就是矿洞 你还真对这小子神性不一样 我不陪你们玩了 我说对了 找到不对 收到讲 找到了 这些孩子活人都在矿洞里面 十多个绑匪 你帮我医院打信了 好 孩子立马送的医院 那些绑匪 全部都给我带回去 是 哈哈哈真找到了 我说什么来着 那位李懿小同志 真是个妙人 现在谢了不 谢了 你就是王老爷子真是大方 居然给他们做这么多东西 是啊 十十东西摘起来 这不有几百块了吧 不好意思 李懿哥 李懿哥出大事了 怎么了 刚才 我跟强子在他上买凉皮 突然来两个职业队 是我们的凉皮不合规 要默受我们的探位 我 走 你快点 你们必须莫收我的探位 同志 请你分手我们的工作 不行 这些都是一颗的东西 你们抓住可以 不能碰一颗的东西 人呢 一颗 你来了 他们 同志 我否告知我 为什么要莫收我的探位 你追住理议 有人举报你 投机取巧 后来城市治安 请你给我们到队里走一趟 战队同志 上面已经发布命令 说要恢复和发展 个体进行 这种小本人 想说没法吧 你倒是知道的不少 但是眼下政策 还没有落实到我们这里 你的这种行为就是没法的 你们一般像这种情况 你们需要怎么处理 我说我把作案工具 人继续半个月 实话告诉你吧 你们这事我也不想管的 但是不但有人举报你 还到队里监督这事 所以我们必须留你 那能告诉我 这个人是谁 这就不用管了 给我们走一趟吧 你们走 李一 李一 你这是 去吧 别担心 我去办两趟 那一趟 快走 快走 雪红同志 现在需要你指认一下 你说的那个人 就是他吧 没错就是他 董事长 这小子就是俺们村一二妞子 之前经常做一些偷鸡摸狗 你一定都能轻饶我的 最后关到监狱 关到死了 哦 果然是一次 没错就是我 谁让你吃饭了 干一些偷鸡取巧的地方 你现在这样 叫做自作自受 这次啊 多亏了李一兄弟 否则这么棘手的案子 也不知道得拖到什么时候 是啊 那些该死的人贩子 竟然敢虐待耳朵 这次发现得早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啊 李队 五队 你们回来了 我们在局里的时候 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吧 大事没有 不过倒是有件小事 刚才一两位同志 抓回来一个卖凉皮的小贩 听说是投机取巧的 就在审讯室审问了 卖凉皮的小贩 他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做 你 什么 你放心 等你进了监狱啊 我会好好帮你照顾 乖乖的小媳妇的 哦对了 有时间啊 让他来监狱 看你啊 我死 不是你看 他都要进监狱了 还敢威胁我 什么事 请您立即放手 如果你再改对方正式进行人身威胁 我们将会在您的罪评上再添加一笔 敢跟我斗 不要把弄死你 五分钟的事啊 嘿嘿 你以后吃了别后都不熟 我打磨 我记住 我 都在你手里 你知不知道你最灵魂的脖儿一旦进去了 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 看你呀 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监狱里 待到 爸 我别惯了你 李队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过来 你们就把我们的大工程换到大楼了 大工程 什么大工程 我问 为什么要找 有人举报 他在团厂那边没法规定管才做生意 这事我也做了吗 李队 我叫许宏 市场 同学公社的商业 理业是什么 整天不务正业 竟干一些 徐小 我身为当代大好青年 以为我社会安定为己任 这事我当然不能做书 所以不是我更好爱吃饭了 你是说 是女子 哎 这就是吧 如果你是想讲六的话 多帮他一个人 就行了 咱们做这事 为的是良心 不为他们的钱财 哈哈哈哈 我是该讲你 老子讲你你一个大逼 李队 李队 你为什么打我呀 正为李一同志 他是帮我们破负了一起大型的保抢案 是我们治安队的大工程 你说老子为什么要打我们 可是当违规摆摊 李一同志之所以在场场那边摆摊 是我的意思 目的是收集情报 所以并不存在你说的 谁费气 这 不是吧 你妨碍我们执法人员执行任务 我没有找你的麻烦 都算不得了 你居然还烦咬 怎么 觉得吗 欺负 我不是那个意思 李队 我会以这个曲红 就是我们的 我申请 然后 那这个人就交给你 下手轻点 别闹出人命 好 李队 你不能走啊 李队 你不能走啊 李队 李队 你这大人打死我了 李队 别走啊 李队 我刚才说什么呢 千万别露到我手里 要不然我表达你了 李 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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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我真知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李队 选择你机会了 终于 李队 李队 这次绑架案的事情 真的要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的话 我和老李多半要引咎辞职 是啊 这次多亏了李队兄弟 我们不但不用引咎辞职 上级还会表彰我们 能帮到二位 也是我的荣幸 对了 我已经给堂堂的老梁 打过招呼了 今后 你就安心在那摆摊吧 没人敢把你咋样 谢了 兄弟之间不言谢 要不然 我们两个人不知道 要说多少感谢的话了 对 您和那个梁厂长 关系咋样 我看这个人 好像气愈 李同志 你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了 实不相瞒 昨天中午 梁厂长带着几位 藏厂的副厂长 就光顾了我的小摊 出于职业习惯 我看了下他的面相 莫非 那梁厂长也有血黄之灾 那倒也不至于 不过 我看梁厂长 印堂发青 早运不及 多灾于满 万事有波测 言外之意 轻则被撤职 重则 恐懊欲之灾 这么严重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有事有 但我还是那句话 梁压难堅该死 自卑不度自觉 我可以提醒他 但是 听不听就跟他自己 道理我懂 还请李一同志出手相助 到时候我让他亲自登门道谢 不得客气了 昨天我发现 不光是梁厂长印堂发青 就连隋松他的几位副厂长 同样也是 甚至有人 眉头散乱 重设印堂 是一番乖丝不设 恐懒老运之灾 要是一个人这样就不老了 但是一群人都 这事就不够退休 李一兄弟 你的意思是 堂长有种大事发生 而且会牵连到他们所有人 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 应该是和安全生产一关 如果他们相信我的话 就请供检修一下厂房和设备 如果不相信我 那就倒霉说 走了 那姐 你这么久才能回来 会不会出事了 呸呸呸 你胡说什么呢 小一那个小子可机灵着呢 再说了 他上头还有那么多人罩着 怎么可能出事呢 可是我知道 唐雪 真的是你 唐冰 你怎么在这 我我在这上班啊 我肯定在这啊 那都是你 你不是去乡家了吗 太久了 不知道有家里来的东西 还以为你跟唐家要断绝关系 小雪 这人谁啊 唐冰 我的心里 是妹妹 可是 长得也不像呢 你就是唐雪 我刚天那个外婚妻 我说你不好好在乡下待着 你不好好城里来干嘛 未婚妻 什么未婚妻 唐雪没告诉你 她有狗有婚夫 也就是我干爹 本来两个人都要结婚的 唐雪非说要什么下村 当什么村医 当我 什么 小雪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难怪你之前一直不肯通知家里人 原来是这个人也 既然今天在这儿遇见 走回去跟我见我干爹去 你敢动他一下试试 你这谁呀 伤害我们唐家的事 唐雪是我媳妇 你说我是什么 媳妇 唐雪 你结婚了 唐冰 以后就跟爸妈说 我这私也不可能再给你个留经理 你说不嫁就不嫁 爸妈把你养这么大 供你吃喝供你上学 你就这么抱着他们的 那他们也不能把我当成教育的工具 知道我嫁给一个老官夫 老官夫怎么了 人家至少有权有事 而且人家还是这个唐厂的经理呢 都不负了人家 我才能在这儿唐厂工作 我告诉你 你以后是害了我丢了唐厂的工作 你知爸妈 我都不会饶后你 啊 我算是听明白 你们这一家子为了荣华富贵 不惜让小雪去嫁给一个都可以给他当爹的糟老头 还没齐名预报恩 有你们这样一家呀 难怪小雪不利 也难怪小雪腾去回贵地上当自杀 哎我说你想谁呀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你又是谁 对我之心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敢欺负我媳妇 打你都是情人 李 撒 唐柄 五块走吧 我说我给你出去 唐雪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告诉爸妈的你就等着后悔吧 我妈蛋 你脖子 后悔 人意 我 我 小雪 我知道你一直是有难言之言 所以才没有告诉我实实真相 不过没关系 你是我礼仪认定的媳妇 任何人都不能把你抢走 可是你看唐斌的架势 他们那一家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我就把你打到宣伤 把转秀为止 呦 什么风把你还剩下了 哎呀 老平啊 你看 咱们三个人这么多年的交情 你信不信的过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说这个话 我们想让你逃场停工 静修一下长风和盛业行吗 什么停工 哎 厂长 咱可不得去 上面去咱们好几次 要咱交货 这次货要交不上去 恐怕 你总得给我留啊 留的话 咱是不能说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们是不会开 除了场合和设备之外 还有什么要求 厂长 你不是这样去做吗 这可不行啊 不说了 老五跟老李 用了就是多年的消息了 相信 他们不会开玩的 从而言之呢 这次你们就当是一次安全隐患的派查 不管是什么地方 只要发现隐患 就继续不能放 好 刘教练 安排下去 通知各科以及生产车船 立刻停工 让技术部门全体集合 进行全场的安全大检查 是 等于是 正身去做 和你 无法 去评论 有语言 由我承评 我承评 我承评 我的名字 我承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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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承评 你 把從頭裡回來就悶悶不悶 我有這麼明顯嗎 全寫臉 小雪 我們就要成為夫妻了 有什麼心事你就說出來 我問你 李 我明天想回家一趟 你家 為什麼要回家 啊 莫非 你改變主意想去嫁給那個劉姐 不是的 你別誤會 我已經是你的人了 誰給斯菲你不嫁 只是 只是什麼 他們畢竟是我的家人 我本來想取行婚禮 再通知他們 可他們現在已經知道我要做什麼事 所以 那我可不放心你一個人回家 我要跟你 跟我一起 我媳婦這麼漂亮 萬一被別人搶走了 我找誰哭去 龍嘴馬上 就想起 把妻婦去掉 去掉 嗯 你就想 你這張嘴 太會說了 你讓我 我都想起 哈哈哈 就你一個 你也是最後一個 那你以後可要好好對我 錄裂 不然怎樣 不然我就撕給你看 小姐你醒醒了小姐 小姐 小姐 我用我的生命方式 以後我對你家才有半點不好 就天打無雷後 之後有貴地獄 有事不能吵 幹嘛發這種毒事 我就隨便說說 你還端真了 這話不能隨便說 想都不能說 以後無論發生什麼 無切 那不能 好 我帶你 不管怎樣 絕不尋短見 媳婦 你就是我的命 我不能吵 我也是 姐夫 跟我交完這批貨 就陪你回家 嗯 我的時候不急 先忙你的 好 謝謝 黎一同志 總算是等到你了 不對 對對 您二位 這麼一大早進來門口住啊 工作功能嗎 找你有要解的事 應該是 堂廠有消息的 昨天進行了大檢查 果然發現了大量的安全問題 最讓堂廠高層 透霸的是 電路 竟然出現了 電子熔斷的情況 要不是你提醒呀 以他們現在的工作強度 十有八九的出安全事故 不對 林医兄 你說什麼不對 就這點問題 應該不至於讓他們那麼多人都印象發現 以我的經驗來看 真正的問題 應該遠比堂廠解答 來的問題更嚴重 黎一同志 你這不是在開玩笑吧 昨天堂廠停工一天 已經搞得人心惶惶 你的意思還要再開他一遍 您覺得我會拿著命 看我去嗎 經理 那你就再給點提示吧 要不然 我們像無頭倉鑊一樣的排查 那既浪費時間 又浪費精力 廠房的建築安全 我只能提醒你 既然如此的話 我們再去一趟堂廠 我幫你 這個東西 是給你 這是 這是梁廠廠的職工介紹信 為了感謝你幫助 憑藉這個職工介紹信 可以過去廠廠的兩個職工名額 你不要小看這個職工介紹信 這在外面可是相當了不得的 花大價錢很多人都買不到 聽起來挺有用的 那我收錢了 好 那我們就先走了 好 走走走 李玉 你那就是在說什麼 我總不是各個職員 這事說來話承 我先交貨 我先交貨 然後我先交貨 我先交貨 你不得了 啊你不知道 唐雪居然在鄉下結婚了 什麼 這個死丫頭跟一個山野村婦結婚了 是啊 我昨天 我和檀城我老家唐雪 都碰見他們了 那個男的叫李懿 好像是 紅旗公司那一般的人 他就是個徹頭徹我打了六子 這死丫頭 說是下鄉當村居 這原來他是想背著賬去偷男人 我看他是翅膀越來越硬了 不不不不 這個事情我乾爹已經知道了 他的脾氣你們應該是瞭解的 如果你們唐家會冤 能去嫁一人 這唐場名額 哎哎小孩 你你讓你當天放心 我們一定把唐雪乖乖的交到他手 那兩個入場名額你務必給我們留著啊 是啊是啊 我們我們一定把唐雪給抓回來 不用了 我們已經回來了 爸 媽 你這個死丫頭 你居然還有沒有回來 這也是我家 不過是什麼名額 你家 你眼裡要還有我們這個父母 你就趕緊嫁給游經理 最小孩 做我介紹一下 我是李懿 小雪的丈夫 什麼 唐雪啊唐雪 你還有膽把他那個野男人帶到家裡來 你想氣死我嗎你 爸 我今天回來就是要告訴我 我什麼會嫁給你游經理 家 是你 不同意 你怎麼知道你說這什麼不 哎 人家劉經理 又哪有不好了 那劉經理 那可是常常的經理啊 有錢有勢的 那除了年紀大一點 哪有比他好呀 據我所知 這個劉經理的年齡 都可以當小雪的辦法 你們管得到大了點了 而且我聽說 他性情暴躁 有虐待情情 他那兩個前妻 就是被他火車上打死 你們執意把小雪往火坑裡推 我都懷疑他是不是你親身 你胡說什麼呢你 不是我親身的 楠城是你親身的 我怎麼從中有意見 你們認不認我這個女婿我不在乎 但今天咱那把話說清楚 說你們唐家沒人了都是親人 你們唐家的男人 但凡有半點東西 都不至於在這商量慢慢來 小雪 你 小雪 難道不是嗎 你逼著小雪嫁給一個比你年齡 還大的我官夫 就是為了找份好公寄 你跟這樣呢 還配偶使小雪的家人 這是我們家的家事 你有什麼資格做完錢事 我是小雪的丈夫 小雪是我媳婦 你說我的 綠葉 我勸你不要瞎懵 唐雪是我乾爹看上的 你要是碰他 乾爹讓你吃不了冬出去 区区一個堂長的經理 就讓你們一家是跪成這樣 你們逼著小雪嫁給他 不就是為了得到這樣品質 說吧 他能給的 我都能 說的話 都是他打他閃亮的舌頭 你知道 劉真理答應給我們什麼嗎 我們呀 把唐雪嫁給他 劉經理呀 那就許諾給我們兩個唐廠的職工名額 你能拿出來嗎 我要是能給的 就憑你 你也不撒謊娘照著這個刺激 面朝黃土被朝天的臭農民 哎你派 你知道唐廠的職工名額有多難搞 有多少人散進千斤擠破頭皮都搶得到我 就算是我乾爹 也是通過各種關係費盡千辛萬果才拿到我 至於你 啊 我把話一放 你要是能拿出來 我會考慮把你拿下 但是 你有這個能力嗎 瞬大你們的眼睛看看 是 唐廠的兩個推薦抽名額 這不可能 這會不會是假的呀 這上面有兩場的金筆千名額給他 不可能有假 你怎麼會有唐廠的推薦名額 而且是梁廠長的推薦名額 你怎麼來了 我怎麼來為你做一套信呢 這封信你們拿著 從今天起 不要再參與我會想選的事 不可能 這個介紹信是梁廠長寫的 你們可都拿到的 說 你怎麼拿出的 投的 沒錯 我就說你一個不正業的二溜子 你去唐廠門口擺攤幹什麼 原來這就是你的目的啊 你肯定是擺攤的時候 趁別人不注意 偷偷溜進梁廠長的辦公室 偷偷溜進梁廠長的辦公室 偷了這封推薦信 對不對 你胡說 這封推薦信 是你一幫梁廠長的忙 梁廠長我有表示感情送他的 偷偷溜進梁廠長 你想幫你那野男人 辯護燕 你找個好歹而已 有吧 人家梁廠長是什麼人 人家可是大廠的廠長 那我什麼忙 能讓他這個小二溜子幫呀 我說 依依 你這膽子很珍惜 連梁廠長寫的推薦信 你都敢偷 這封推薦信 真的是梁廠長寫的 信不是由你 我現在達到你的要求 人家已經在那裡 只不過你了 從今天起 小雪是我的媳婦 希望你們不要再來騷擾 那熊子 站住啊 你還要幹什麼 立憶 你不會天真的以為 拿一封偷來的推薦信 就能打給小雪 來開場 你幹什麼 幹什麼啊 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打的什麼主意 這封推薦信是偷來的 遲早被別人發現 你想破除東西 到時候陷害給他們唐家人 讓他們替你背鍋 我說對 原來如此啊 好你個臭小子 你給老子玩陰謀虧戲 不怕 不是這樣 真不太再見 是呀 你閉嘴 我輕輕苦苦把你拉成這麼大 你胳膊端 可見到我萬塊 現在 你跟這個靈異 別聽關係 然後叫你劉經理 否則 你別怪我 不是你這女兒 雲兒 從小到大 你們有把我當女兒嗎 每天讓我洗 複飯 毁豬劈柴 乘了上段那个下读 什么糟糊女后都给我 一言不合就对我诱打诱 而她 就会有手好心 当她的大小姐 我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书 我拼了命 都要下乡做村医 你们呢 混了两个糖厂的职工名额 让我嫁给一个 比我大几十岁的老婚妇 有什么真的怀疑 到底是不是我的新生 这个小子 赤膚硬了 敢顶死了是不是 可不打死你 这就怕 还没梦子 教训我的女儿 关键什么事 小雪是我李莉的妻子 是我们李家准备 八台大叫取进门的媳妇 只要有我在 我不允许任何人 都她一根织她 立业 你可想清楚了 唐雪注定是我干爹的媳妇 我告诉你 我干爹可不像唐家人那种话说 她想弄死你可是温温柔的事情 现在 还来一件 只要她肯 我待会认识她 到时候不认识她 别这么大口气啊 这些结果出来了 什么怎么样 经过技术部门的严密排煞 竟然发现 一块生产车间 和三块生产车间 给光粮 突出开运 有的地方 竟然有断裂的状态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次大开场 一块生产车间和三块生产车间 就有可能出现坍塌 是啊 要不是你们及时天下 有可能这次事故 造成上千人的伤 可能这次事故 造成上千人的伤 都免不了老女人在哪 我可知你们房长的心价没几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哇 这明显就是扣工减料 长哥会不会有什么 终于撤了回头 小肖 当时见堂皇的时候 谁在负责监督 好像是刘靖宁 他在哪 我得给我交换 刘靖宁他刚才出去了 他的未婚妻堂学回来 他要去堂家一下 刚才说什么堂学 怎么你认识啊 老梁 之前让我们提醒你堂堂问题的 那位李毅同志 她的媳妇也叫堂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哎 不管是不是同一个人 有个现在有重大型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对 等等 不一块 不一把他批 我更敢到时候后悔的人是谁 谁这么大口气啊 有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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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那个李毅 刚才可嚣张了 明知道唐雪是你的人 还敢明知道 要我没看 就压根没把人放在前面 你也是吧 我知道 无奇故事那边一个二流子 家境平寒 不传不传 有免费给我强绝吗 我虽然是个二流子 但我起码不敢欺谈罢你 没配者能盗她的事情 你说你的姓 可送我官夫 半戒这么多日子 还想对我回事 你敢骂我 我骂你怎么了 我由得比他大半 mes 挖羽 那我看到的 就全部中文 你也不信 我尖沟なんです 你 你是头一个 那你就多听 原来以后你听不到 刘贵 三年前负责监督 堂堂厂房建设 从中撑了回扣 通工减料 导致今天厂房刚凉断 你说 上面如果追究下来 你要做几个 胡说八道什么 你少揣着人家 昨天我让厂房 进行安全大台场 可是只查出了 保健 想必一定 去给转移注意力 能够做好 不过 我今天让他们 专门检查房源 不快点 你猜到不好 才能 又一位 说了 你们信他说的鬼话 我干爹为人正事 怎么可能谈不说 我说倒是你小子 王我干爹头上乱封帽子 你说没有什么目的 你因为老公是下车 请你瞎扯几句 他们就会相信你 王我身上脱脏了 不行 我废了你 恶想人不知 除非几 刘贵 你的好力 没用是吧 我倒看看 你身上的骨子 是不是跟你嘴巴一样的 不吵 看这个活动 是不是跟你嘴巴一样 不吵 厂长 您咋来的 我到哪 还向你汇报 是没意思 我写的职工推荐信 是谁干的 梁厂长 您来的正好 我要向您 举报一个人 就这个李毅 他偷了您的 持工推荐信 你说 这个持工推荐信 是李毅同志偷的 对对对 就是他偷的 而且啊 他还想把 这个推荐信 送给我们 赉赃假货 不过 我们没有要 这个事 跟我们 没有一定点关系 李毅 你还傻愣着干嘛 梁厂长 都来追究 你偷持工推荐信的事 还不赶紧磕头认错 人不住嘴 梁厂长 打我干 你让谁磕头认罪呢 他 他偷了你的职工推荐信啊 我告诉你 这个职工推荐信 是老子送给李毅的 啊 这信是零什么 原来不是偷的 你刚才 这这道手的名字 他就这么没了 如果没关系 咱们还有刘景云 如果把唐学家给刘景云 他会帮他搞到这个地方 他都已经是尼克萨佛将自身 他冒了 有时候还指望他帮你 想想 说谁自质带跑着 有的就是你 我还想问你 现在是工作时间 你跑这儿干什么 他长 我有过程不才的指头 这个唐学家 是回过去 他还别拿着四伙在一起 我是来做奸的 你让他做会贼还做贼啊 唐学 什么时候成你 你说是你媳妇 人家唐学家人答应了吗 没错 我想过什么同意 把唐学家给你了 我说刘经理呀 他才是唐学的良配呢 至于你 你多远 我以多远 哈哈哈哈 这是一群有眼无辜的东西 比起刘贵来 李同志不知道好到哪去了 这非要放着一个金闺蜀不用 偏要把女儿嫁给一个老改字了 吴队 你这话是有意思 什么老改字 吴队 你贪污腐败 死不不不 实在 李伟 你搞错了 我什么时候贪污腐败 死痛苦患啊 敢做不敢认识吧 三年 你负责监督唐厂厂房的施工 现在发现厂房的钢梁出现了断点 这明显是有人偷工减料 县心要求重大的安全事故 你做何这事 这我 刘贵 有人举报你两任前妻 都是给你活活打死的 这悔改也就是棒了 现在还来剥害唐学小姑娘 这是猪狗不入 我 你这 你这 我看 这要是做得好啊 有什么话 到监狱里面去 走 走 你就是 黎一同志吧 不是啊 这次太感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们厂 可要倒大霉了 能不能帮他 杨长长 说我自己 哎呀 我的女婿啊 我的好女婿啊 我们是错怪她 没想到 杨长长很认识 杨长长 既然 你和李懿认识 你能不能 在你们两个 杨长的掌控指标呀 这个指标 是李懿同志 你们要是想要 那得看 李懿同志的意思 哎呦 我的好女婿 你就看着唐学的面子上 你再给我们两个 杨长的名额呗 我可以给你们名额 但你们要如实回答 我一个问题 要什么问题 你记完了 小雪不是你们亲生的吗 这怎么可能啊 小雪怎么可能 不是我们亲生的 如果你们如实回答我 我去让梁同志 在这里 外加两个 是钱不钱的问题 这是干什么的 你先 请教 爸 你 小雪 你确实不是我亲生的 而且有人 托付给我们才的 那年 红梅凡小兵的时候 我带她到医院去体检 遇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生了一个女婴 她哭着求我们 让我们把孩子带自己 我们看得可怜 也不忍惊孩子被丢在大街上 我们就答应她 那个孩子 那个女人家说什么名字 小雪出生的医院是什么家 我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只知道她姓 医院 医院嘛 是 枫叶镇 没什么院 小雪的亲生母亲 有没有人干什么秀 没有没有 她只是给我们留下了二十块钱 老公 小雪的名字是她去的 那后来 她的亲生母亲找过她 不知道 后来我们就从枫叶镇搬到了县城 她就是想找也很困难 你又没什么道理 爸 你原谅 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的出面 这些我还抱怨你的 都妹妹太偏心了 现在我才知道 只记得这些 不过还是感谢你们这么多年 把我拉着她 这一心快 就到了能报答你的养育者 冲击你以后 就到没有我这 你 从今往后 小雪就说我没关系 你就是再咱一咱 我再量 量量量量 没有 塑 糖 就这些钱 你去把糖雪卖了 你捣个什么 糖雪可是咱们家的有钱 数 我怎么可能把他轻易放掉 他虽然可苦生生的不承认咱们是他的父母 他必定怎么养肠是什么 这层关系缩断就能断 咱们拿到了糖尚的指标以后 这钱不就不好 烂吧 还是你想得着到 来坐下了我跟你说 明兄弟 你当真要把明娥 让给唐家的夫妇吗 我觉得以你的能力 就在唐场干 一定能干追分大事 多谢两个的尝试 但是可能把国附近的利益 用钱都尽管他 那好吧 我们就不抢求了 这次非常感谢你 唐场帮了这么大的忙 以后要是能用的 尽管之上我一无资 我会的 对 好 别憋着了 哭出来不好说一点 哈哈哈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如果你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你怎么可能这样对 你的那个妹妹旁边 那么视若真正 就算再怎么区别对待 也不能这样 但是最大的原因 还不是这样 那是什么 我知道你有多好看 你知道你有多好看 都知道我说了 你也对我像 说正事 我就是在说正事 我就是从长线 推断出来 你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不论是唐记忠还是郑光明 他们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 还有那个唐冰也很乱 只有我媳妇 你跟他们一点都不像 明显就不是一个品种 有嘴花哨 你就是烧心的 你跟我笑 以为你笑起来更好看 你知道吗 当我听到自己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之后 我心里虽然有点失落 也有点伤心 更多的是无事祝福 这些我心里对他们有怨恨 但是那一刻 所有的怨恨都消失 你虽然伤害了 男人养育了我 那一千块 就当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也算是 满团这些人的情形 小雪 你有没有兴趣 找一找你的亲生问题 当年现在他很急抛弃我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 刚记忠他们说的话 听听就行了 事情说不定任何人情 你是说他们刚才在说谎 你有多年看人的经验 他们应该没有说出事情全部的真相 我觉得多半是听另一个运气 都可能去调查一下 如果他们说谎 那事情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那你要怎么调查 不会吧 从说回来这么久 也试试不去找我的得力干净 但觉得 有他办法 查清楚这件事很容易 灵异 还是大家熟救你的灵异 为什么你觉得 觉得 你是上天 派来拯救我的使者 我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你的使者 和我的一生熟 嗯 就是这里了 楼振天 好久不见了 究竟你找谁 我找你们大哥 你找我们龙老大在上班 你找我们龙老大在上班 说他走 你找我 小子 你来找什么 我不想你们大哥 不然你出来这样 我保证让他心瞻情愿做事 你 龙小 我姓龙小军 说 怎么心瞻情愿 让我做你的小弟 你叫姚 做话比小二十二岁 父母的意识 所以是两家分 据我所知 你喜欢你们 撑一个叫小鬼 你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才是你们可都是不太幸福 龙小军 什么时候学的藏头露虎 他不早快出来见我 行啦 啊 果然是有备要来的 连我小弟你一笑 我本体系都查得这么清楚 你 你 我什么来头 重要的是 我是来帮你 帮你 帮你 我有什么需要你帮我 龙战君 划十六岁 临生永县人 你父亲是永县棉棉棉房厂 副厂长 后来被奸人所害 狼当入 最后死了 你 你说这套兵 不异于某集团军 特别侦察连 是当初无愧的兵王 本来前程无量 在杀人三四年以后 因为家庭人员被迫退 后来因为工作没有着落 又要照顾妹妹和母亲的病 还混迹于世界 还有这些后悔的头目 你跳上 知道 对了呀 我只是补充兵员 而且我是来帮你 只要你以后跟着我过来 我保证可以治好你跟女后 一起的病 你知道他们得了什么 你知道 对吧 先天性心脏 要去省城做手术 手术费一万了 所有的费用我都可以帮你付钱 老婆 这个数据是些狗贵 不能算你垮 需要我做什么 去这家医院 调查一名 二十三年前 出生的一名新生女婴 叫唐雪 让她母亲的全部子 你不要干蠢事 更不要怀疑我 我能知道 你妹妹和母亲的信息 就有能力帮你 行 跟我两段时间 一天 一天后 到头上的头找我 我一直很相信你 来来抓一个喝一个 听说没 下周会有些小货事来 哎呦这好事啊 哎呦这好事啊 哎呦哎呦这好事啊 哎呦这好事啊 不是这是怎么了这是 哎呦这都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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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把这名车购问是吧 看不见老子被打了吗 哎呦这都慢点 这谁这么大胆 没人过来打 就是啊 啊 老子去那治安队 举报黎一的二溜呢 谁承认 这孙子 跟那治安队的人竟然认识 害得老子被打了一顿 啊 老子 你也不下去就有气 哎呀 真恨不到拔了黎一的皮 啊 红哥 你要是真想弄死他 我告诉谁 谁要出来 我认识成语人结婚吧 那边真的是个忙碌子 他们只认钱不认人 咱们只要把钱给住了 就能把银子里想责 真的吗 那现在赶紧去报警戏啊 好好我现在就去 天啊 只要看到你也十方箭哦 哎 其实你都给大家休息 没必要批我来的 我在家太无聊了 除了挣钱那么辛苦 我想帮你忙 这样也可以和你多待会 你本来说什么 没什么 你快工作吧 航厂官要下班了 干什么啊 干什么 没经过老子的允许 谁让你再摆他 不知道这事故强过四人地方吗 这明明是公共区域 怎么就成你四人地方 我说是就是 给你三个人立马 不然老子打扮你错鬼 你们太过分了 这么难和八个 他也没有往马了 在这里 翔哥就是往马 不服不服别人 哈哈哈哈 哎呦 这小人又找到不来 你哥玩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想要钱我给你们别人 但是你们拿了钱就立刻 钱 已经有人给过了 什么意思 小子 我实话告诉你 有人出钱要买你的命 我们也是拿钱办事 这个冤不倒我们 不过嘛 你把你小娘子 让我们看了几个王 老子放进小高明 你现在跪下给我媳妇道歉 我可以饶你 什么什么 我没听清楚 让我给你跪下道歉 臭小子 你知道强哥是谁吗 他背后可是龙老大 想让他给你磕头道歉 你算哪个头 龙老大 你是龙战军的人 怎么 怕了 怕了比老子跪下 你大哥龙战军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算了 你敢在这里对我老大 龙战军不行 我看你是招死师长 林医 你想救出你 老是不在乎什么 放心 公母 你要是不信 可以在这等 今天我正好约了龙战军在这里见面 你刚说过你 哼 小拖案时间老子才不相信啊 我来得给我打死 你都给我脱走不上 不上 小拖案时间老子才不会上到 我来得给我打死 你都给我脱走不上 林匠 哎 你动他们一个你试试 我 你你走啊 我去哪还要跟你说呀 我 不是 这就搞什么事 我们接个单子 让我把他拿到死带了 我的 这小子的媳妇她是谁 我把我送过去 老大 老大 你这是什么你想弄死他 你知道她是吗 他他弄死谁啊 他是成为他二六字老子啊 你个虫子蛋 我一会儿再送死你啊 你个 我教育手下无方啊 你多受罪 你怎么对这小子屁股屁股 为什么 你是我大哥 什么 你你抬了 这啊 龙老大都叫好大哥 那岂不是强哥的大哥的大哥 老大 你打主意打到大尊大宋子 不知道 李强 你是吃了熊鲜暴死胆了 我我错了 我我不知道他是你大哥 我是知道 你给我一万个打断不敢 呦 哥哥呦呦 这么热闹 不是错过了什么好戏啊啊 哎呀你你说 你这摊子怎么被人砸了呀啊 不知故意 是 这些人是你找的 哎对 是我 没错 我找人照顾你生意 怎么 你怎么别生气了 我说李强啊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 你看我们红哥呢 找了这么多人花钱来的 照顾你的生意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不失好 好 你是说 林强他们是你哥的 是什么东西啊 敢这么跟我们说话 林强 你跪在那做什么 赶紧给我起来 把这家伙也给我收拾好 老子可是给你付钱的 哎呦 林强你疯了 我让你收拾单 你打我干什么 就是 不做办法的 扯老子 大哥大哥 找死心 啊 你大哥 大哥 你胡说什么呢你 小红 眼子挺肥呀 我 难敢让我的首相干坏事 想问你的首相 林强可是龙老大的首相 龙老大的名字 真不免 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主 我劝你最好现在立马之我道歉 要不是我把这事告到龙老大那去 让你死葬天之地 谁啊 好 他就是个虎龙战军 你个猪老子手上 什么 他是龙战军 是啊 我就是龙战军 刚才不是说 要救我于死地吗 龙老大饶命 我不知道是你呀 是我 有眼不知泰山 你帮我当个屁 不不放了吧 龙老大 要不饶你那不是我说了错 一个 我去 一个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您大人不及小人过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一哥 我都给了你多少次机会 你先是跑到小雪家里 砸了他的房子 然后举报我 你现在竟然派人想置我于死地 我 我再也不敢了 他 他 你看到我们同为村医的份上 你快帮我说说好话 唐雪 你 我看许鸿知道错了 要不 这次就饶饶她 好 毕竟我们也太疼疯了 我要把事情做到 去 我看在小雪的面子上 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是再来招惹我 你并不会放过 哎好 好 快过来 哎 过来 过来 你 这位是 他就是龙战军 我的一个朋友 之前 我偷偷帮忙 调查你亲生母亲的事情 事情到底怎么样 非常清楚 当年枫叶卫生院 确实有个新鸡的鸡 才发给你 不过 当时就要转了 要转 做个事 事情说起来比较苦 我们找到了当时接受的护士 对比利用之下才说出的事情 否则 是被唐吉宗夫妇偷偷抱走的 我是被偷偷抱走的 当年唐吉宗夫妇 随时产开一个女人 她有些天疾病夭折了 恰好 当时那个姓叶的女人 也产下一个疫苗 她们就心生胆意 偷偷买头护士 把孩子给调化了 好一个狸猫换太子 唐吉宗夫妇可真是什么事 那那位姓叶的名字呢 她误以为她的孩子死 伤心过度 李山峰也认不去想 果然和我预认 唐吉宗夫妇 没有说出全部的事情 需不需要把他们抓过来 不用了 既然他们能干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 就不会轻易的放过小雪 早晚 你先回去吧 有事情我来信 是 小雪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知道真相之后 也许是刚好你发现手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现在当午之急 是让那些 错的 你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小雪 我熟悉 我不会出że 过两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 如果我预料不错的话 和姬中夫妇一定会来信per董 到时候我会把他们所有人在面 揭露他们的罪行 让他们收到房地的事 林苗 你怎么翻 妈 妈有一块困座 我打听到了 唐雪 三天后又结婚了 三天后 学了现在都没有通知 那他没本事不想让咱们去 他不让咱们去 咱们自己去 唐雪虽然不是我亲生 那他名义上也是我的女儿呀 那女儿嫁人 哪有木木齐不在场的道理 这就是什么 话是这么说 但是毕竟人家大型的认识 咱们去闹会不会比较好 那有什么不好的 现在卖一条猪 那都能卖几百块钱的 那你也 就拿一千块钱来打罚我 哎呀他做什么什么真大梦的 说 咱就趁这个婚礼 有很多要求 他要是不 他这婚礼结不成 对嗯 哎那我现在去准备 哎 你再买上几身好看的衣服 残了要穿的光彩亮亮 毕竟咱们是城里 要跟他们这些乡像土鞭 有所区别 哎妈 早晚下午去人民商场住一住 好 别哥 我怎么样 你这把车都没有 没有 公司那边的自行车 我看全部被人给查报了 我们这边也是 村子挨家后问过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有人的自行车全被查了 逼哥 我怎么感觉有人都故意找你 否则全村自行车会在一夜之间被查报车的 逼哥 你现在怎么办呀 没有自行车 我这接近队伍 岂不是要走路过去 那也多没面啊 是啊 被重则人看到了 指不定怎么笑话咱 哎 林俊兄弟啊 你怎么还在这 不是你今天结婚吗 什么时候弄的车啊 两个 这宝贝不错吧 上次你帮我查到了 堂茶 房梁断裂 上级 祝我颁发的奖励 是不 刚学贵 就出来溜溜 那正好 我想请你帮我忙 什么事你只管说 只要事成之后 你给我个冰班 我也想干干洗戏 没问题 我想用你的宝贝 小雪 你今天个真漂亮 你可是全村最美的新娘 哪有你说这么好 听说李懿这次从县城 请了有名的大师傅 来做宴席 但那一桌就18块钱 真的吗 嗯 他其实是全村里币的 真的吗 李懿对你可太好了 简直把你宠上天了 我以后找对象 要是你家门那一半好就好了 你说这次李懿是咋来 是自行车 还是抬轿子呀 我猜是抬轿子 我猜是自行车 现在自行车可流行了 以李懿现在的能力 十几辆自行车来接你 可拉疯了 自行车 我看他今天 只能走过来喽 许红 你来做什么 这不是听说你结婚吗 怎么 过来沾上喜气 也不欢迎啊 姐 你刚说 你只能走过来 哎呀 听说呀 这全村的自行车态 你夜之间全被炸破了 嗯 不走过来 难不成 要飞过来 啊 全扎破了 哪有这么巧的事 哎 你还真别说 还真就这么巧了 我看呀 是老天爷呀 不想让今天的婚结长 哈哈哈哈 修红肯定是你干的 全村都知道你跟李懿不对头 可是今天是小姐跟李懿结婚的日子 你这么做也太不得了 哎 你这小丫头骗子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我做什么了 我 肯定是老天爷看不惯他们这对狗男女 给他们的扯罚 再说吧 你有证据吗你啊 你 我看你还是别嫁了吧 要不然等明天一过 这全村人都知道李懿结婚连辆自行车都没有 多丢人呢 丢不丢人 你说了不错 你怎么这么做 你这 贴心队伍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这未免有点太寒酸了吧啊 说不是吗 一个人来也就罢了 从这背脱嘴脸呢 难不成 走过来的 哈哈哈 谁说我这车 对吧 原尊的车摊都被炸破了 你还我别的自行车可以急啊 啊 自行车 自行车怎么 我的車可比騎乘車高到好幾個 我 槍 接著說 什麼車比自行車還高大呀啊 我看你這吹牛皮似乎太爽爽了啊 那就正在你的狗眼好看 prey 血不穿你的股票 這車 Super 我才會老師 第一次踩 我們這輩子第一次踩 沒有 我的車夠氣 怎麼開得起這麼高貴的車 我開不起 不再讓我開我車 李兄弟 取這麼漂亮這個新娘子你可真厲害 来这边上车 你是梁长呢 是吗 梁长长居然给你当司机 是 什么了 能给我林兄弟当司机 那可是我的荣幸 你有意见啊 是 是吧 上车 等一下 村里的自行车轮胎都是你家暴 这边上车轮胎都是你 我让你再说什么 等今天婚礼结束 来啦快快快里面醒 来来来 进去多吃点多喝点啊 没客气 哎呀快快快来来 来啦哈哈快进去 小玉准备咋样了 都差不多了 那我现在通知婚礼开始哈 有 还有几个重要客人没来的 重要客人谁呀 那我一天 行 哦 这么热闹 是在 是你为死人的血 唐家人 你们俩干什么 我们呀听说这有人在办丧事 来吃喜 你说谁家办丧事呢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反应那么大 小冰这儿都是在愿 毕竟有些不孝连自己爸妈的 安心遭了一批批死 我好像没有要求你 臭小子你还有脸说 我们是你的岳父岳母 你今天结婚 你都不邀请我们 你是不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小雪又不是你们亲生的 你凭什么要求你 就算唐雪不是我们亲生 那也是我们从小拉扯大了 你难道还要把我们拒之门外不上 怎么这么臭呀 闹出都是深处的粪便 果然是乡下农村脏死了 嫌脏啊 嫌脏你们可以不来呀 谁请你们来了 你以为我们想来 我们来呀 就是想让你这农村人真是世面 要不然 像我们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城市人 能来这些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 脏死了 说的没错 我们能来那是你们的人心 毕竟除了我们 还有能力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一位 我要见见你 那我刘景山 算不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他谁呀 你认我勾调的 王牧 你小声点 他是刘金芬店老板 刘景山 是最有钱的 那么厉害啊 刘老板 能在这遇见你 真是幸会啊 你是谁啊 我认识你吗 好我不挡道 你们呢 李总之 哎呀 谢谢你谢谢你 邀请我来参加你的婚礼 我代表我们刘景饭店的上上下下 祝你和唐雪姑娘 白头香 天长地久 哈哈哈哈 来来来 你俩小意思 你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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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 这人真是刘金芬店 刚才对我的耳朵走 他一股脾气 怎么回事 哎谭哥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对 认错了 认错了 他要是刘金饭店刘老板 怎么能不认识我妈 我当是什么呢 李懿 我还以为你真能请来 向刘金饭店刘老板 这样的大人物呢 没想到到头来 原来是个小角色 真是笑死 你还不认识 哎你说谁呢 我骂你算轻的 敢对我大哥不敬 你是不是不傻活了 老大 他怎么来了 谁呀 看你像个好人啊 发自你不要命啊 怎么老大可是我们这一条 地下室里最大的黑老大农战军 地下室 哈哈一个我来给你当喜来 来了 祝你个嫂子呀 白头谢老早生贵子 哈哈 行了 以后别搞这么大阵仗 等等 您不懂这 叔 你这是干什么 好你个礼仪啊 你竟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 勾结在一起 就你这样还想娶我女儿 我们唐家的门风 都让你给败回 我不管你是什么龙老大 龙老小 我现在命令你赶紧滚 我去 你你个打人 你对我不禁可以 对一个不禁不行 你是不是活腻疤了 你你什么你啊啊 你要是再敢废话 一句信不信 我现在就灭了你 好了好了大龙 一会儿来客人 行行行 朝你个李毅 你竟跟这些什么人渣外面 通流口 我们唐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竟 尝你个李毅 你竟跟这些什么 人渣败类同流合 我们唐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你们唐家 你就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是你们唐家人 你 小艺 小艺 你怎么还在这站着 那客人差不多都到齐了 公里啊 客户一开始了 赶紧走啊 这几个人是 妈 原来是亲家亲家母呀 来了好 来了好 快进去坐呀 进去 坐什么坐 我们才不屑跟你们这些人渣败类同流合 就是 物以类聚人群分 礼仪啊 你就只配跟这些社会败类在一起 像人家那种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人物呀 是不可能来参加你的婚礼的 这 这是什么来头 居然开车来的 现在能开得及车了 原来是个没机会 我这这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这 这大人怎么都来了 怎么样 这次够奇才够有面子 我老板您怎么来了 那那可是我们是大老板王国公跟王国民 大老板 他们也来参加婚礼呢 今天是林晓鸿的大喜之夜 我们两个来参加喜酒 走 不欢迎 我老爷子在哪儿的话 快里面请 谢谢谢谢 来 请进 别管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城里的这些大老板 当然参加那小子婚礼啊 难怪他之前能搞到唐朝职工啊 原来是有这层关系的 这不见得不是个好事 什么意思 那李懿这小子竟然能邀请这么多大老板 这说明他不差钱呀 咱们待会进去 狮子大张口 要他个三万五万彩礼 看他给不给 对对对 没错 他要是拿不出彩礼 今天这个婚礼也别想办 这么说 咱们今天要发彩了 二妹亲家 这婚礼马上就开始了 你们还参加不参加了 参加 为什么不参加 我女儿结婚 没我们 怎么叫婚礼呢 走 快 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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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们 安静了 下面我宣布 婚礼正式开始 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等一会 等一会 电话给我 电话给我 木耳朵 下面听一下啊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德哥 你们拜高堂 为什么只拜南方父母 不拜我们 没错 我们是女方的父母 你们拜高堂 为什么只拜南方的高堂 是不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二位亲家 有什么事情 留在婚礼办完以后再说吗 不行 这件事必须说清楚 否则想娶我女儿 没门 二位亲家 对 一确是我们考虑的不周啊 来来来 请上座 不坐就行 这个婚礼 我们唐家决定 不办了 秦家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字面上 我们唐家虽然算不上什么名门事件 那我们培养出的女儿 好歹来说也算是大家闺宿 现在却嫁给这么个徒别 可别吗 又是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 那李懿呀 就是你们村儿 穿了棉的二溜子 整天 游手好鞋 不务正业 就这么一个败类 想去我们家唐雪 做梦不年 听听啊 我们家儿子李懿 之前在村子里的名声 确实不是 但是呢 我儿子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 每天早上起来 洗澡贪黑的 给家里的挣钱 我相信啊 小雪嫁给我儿子李懿 一定会幸福的 幸福 你说了不算 我说狗改不了其实 谁知道 他是不是为了娶我们家唐雪 故意装成的样子的 否则呀 怎么会和这些 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四老太婆 说谁不三不四呢 你们自己看看 和这份班园在一起 哪有什么好人 大 想必二老 还不光是为了羞辱我吧 说吧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人家呢 想娶我女儿 就必须把财礼给够 财礼之前不是给过你们了吗 就你给的那一千块钱 哎 那几个臭钱你打算叫花子呢 我们辛辛苦 把糖水拉扯大 那没有功劳 要有苦劳吧 今天 你们要是拿不出三万块 这个婚 别想结 三万块钱 这两人 这两人 怕不是失了大开口吧 是啊 一千块钱在我们这儿 彩礼已经算顶天了 你们居然要三万 简直就是来闹事的 二位姓家 你们要彩礼 我能比起 但是你这一开口 就是三万块啊 这 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就是 三万块 把我们这地卖了都拿不出三万 你们这是生活打劫呢 拿不拿得出是你们的手 反正我今天把话就料了 没有这三万块 这个婚礼就别想继续办事 快 你们太过分了 你明知道今天是我和李姨结婚的 居然还偏挑这个时候来的 死丫头 你还有脸说我们捣乱 你今天结婚 你都不要去我们 你是不是觉得 你嫁到别家去了 你就不是我们唐家的女儿了 我没有 还说没有 你今天结婚 你都不要去我们 你就不怕天打五雷晃 我跟你说 我们唐家 就没有两名就是白眼狼 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 一千块钱 买家两个糖厂的职工名额 买断你们和小雪的关系 你说买断就买断 现在一头猪的要卖好几百 就是 你一千块钱就想把我女儿买走 什么便宜都让你给占了 你怎么真会想呀你 亲家呀 你这话说的有点太过了吧 这小雪又不是什么商品 什么买来买去 对吧 那我保证 小雪嫁到我们李家 我们就会把她当亲生女儿去看待她 不会亏待她 你们要是真心为她好的话 还请你们 把你们对打好 糖雪嫁到你们李家就是你们李家的人 你就是后来把她打死我都不会过问一句 现在关键就是赶紧把彩礼钱给我们 哎呀 二位亲家 我们知道呀 你把小雪养大呀 确实不容计 可是这三万块钱的彩礼确实太多了 我们根本就拿不出来 行吧 看你们还算有诚意 我们也退一步 一万块 少一分都不行 哎呀这老头子 这一万块钱呀 也不少 我们家都拿不出来 没办法呀 到时候咱们那两亲亲们 我们借记得看我们的早期 小雪的姑娘 全是有期的 更何况 这件事情 是咱们有错在线 咱们要承担其这个自然啊 啊 二位亲家 你们看这样想一下 先 把 两个孩子的婚礼办完了 然后咱们人说是一万块 就算是一毛钱 一分钱 你们也不想得到 臭小子你说什么 听不懂人话 我说你们以后再也别想从我这得到一分钱 小姨 你这是干什么呀 啊 不用管他们 就他们这种人贪得无厌 今天我们就算给他了一万块钱 日后也不找各种女友问我们再有钱 所以就没开这个台 你说谁贪得无厌了 你不给是不是 好 我倒要看看 今天你这个婚能不能结得成 妈 她咋够 快走 白眼狼你给我闭嘴 你就是跪下来求我也没用 拿不到钱 你不走啊 没错 不走了 他们 这是你一小弟子的家事 爸 妈 你到底要怎样 从小到 你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女儿对待 只把我当作赚钱毛利的工具 就因为我不是你们亲生的 我都认了 今天是我结婚的人 你还是不肯放过 让我把我逼上绝入这个半生吧 让我把我逼上绝入这个半生吧 你这死你呀 你从谁大呼小叫呢 哎什么叫 我们把你逼上绝路了 你还知道是我们把你扶上的 哎现在 我们就是说你国家要点彩礼钱 又没问你要 你大喊什么大喊 那狗上块骨头 那还知道杨伟八呢 你就是叫我造达我们的 好 不是我说你 婆婆婆母对你也算是人之意见 要不是他们当年好心收拾 你 你这一死结婚的也可怜见 我现在就想他们 他 还胳膊手往外回是吧 向着外面 你还有没有 你他们不帅 哟 你这话还没结成呢 就把他们当自己人了 你是不是忘了 他说你做什么 我们来这之前可都是打听清楚的 你以前那时就说气了 把你这个还是黄花纱归女的 我不错过 你现在都好 不但不快 你跟他结婚 你真是贱的 你要不会说人话 搬在嘴头上 你在威胁我 自己干的龌龊是你不让人说 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 去 各位邻居 乡亲们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 就是这个人面受信的礼仪 前段时间爬上了我姐姐唐雪的床 干了一些猪狗不如的事情 现在居然还有脸在这举办婚礼 还有我的姐姐唐雪 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都被人祸祸祸成这样了 还包庇对方 我要是她呀 我这上校自杀呀 免得在这丢人现眼呢 她说的是真的 李懿是因为把唐雪祸祸祸了才跟她结的婚 李懿之前就是我们村的一个二溜子 我就说她哪来的本事 娶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媳妇 原来是这样 外边漂亮有什么用 内心还不上脏 被祸祸祸了 居然还帮着仇人说话 真不适合 不 不是这样的 你别听她胡说 我和你 是深心相爱的 你能听听她真心相爱 她们还想立牌坊 我看你就是个一文不值的贱货 闭嘴 你哪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再胡说八道 撕烂你 妈 她打我 李懿 我看你是吃了雄心 豹子胆了 你可当我女儿 你你 唐雪同样也是你 我怎么不见你如此关心她 那能一样吗 唐雪又不是我亲生的 不是亲生的就可以区别对待 不是亲生的就可以把她嫁给一个四五十寸的老官夫 不是亲生的就可以肆意的欺她辱她骂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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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 以前我管不着 但今天开始 只要我在 你修行 哼 口气 李懿 说到底 唐雪现在还不是你的女子 她还属于唐家 我们怎么对待她 你管不着 没错 本来一万块钱 你又可以取走唐雪的 现在就冲你这个态度 三万 不对 五万 你要是没有五万 你就别想取走我的女儿 小雪 你也看到了 不是我不给她们机会 而是她们得寸进尺 那好 那我也不需要给你留情面 小子 在这神神当当时 还留什么情面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情面 唐记忠 小雪是你们用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报应 你说八道些什么 你们该不会真的以为 你们当年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可以瞒天过海吧 小雪其实根本不是你们受人委托收养的 而是你们买同医院护士 离包换太子 用自己腰折的孩子换了 可怜小雪的亲生母亲 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被疼入去 李小同志 你说的这可是真的 唐记忠这种夫妇 竟然干什么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世事的严重性 唯一管卖最强 可以让他们把老底都做出来 大家千万别提到我 唐雪是当年有人托付给我 我们出于好心才收留他的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拐卖不拐卖 大家别提他胡说 我爸妈一向老是本分 是不可能干出这种上天害理的事情的 我也相信伯父伯母的为人 李一 就算你想通过威逼利用 迫使伯父伯母把小雪降业 但是你也没必要往他们头上扣帽子 你个死丫头 你好好看看 这就是你要嫁的好男人 竟敢 竟敢无名我什么搞鬼们 你去在这 高原蛋的看着 爸 妈 吃饱不住过 我从今晚抗拒从严 我给你们几个姨子 你踢个车就行 胡说闭嘴 你个死呀 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帮着外人说话 我唐记忠怎么养了你 你这么个逆女 哎呀哈哈哈哈 我能不能好好苦呀 我身上苦苦养大的女儿 竟然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 早知道 我们就不把这个逆女捡回来 想伯同情啊 你们当初把小雪破走的时候 就应该想把自己下这 李一 你口口声声说伯父伯母都走小雪 那你有什么证据 倒是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就是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凡事都得讲个证据 一没有证据 就在这污蔑我们 信心把你告到执法大队去 不用了 我们已经来了 吴队 吴队 你们来得正好 快跟我们去匹匹里 就是你们这个二溜子 他他竟然污蔑我们 拐沸堂雪 这样是这家羊群出去了 我们可怎么活人呢 对啊 我们可都是县城里的手法 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犯罪的事 而这个野小子李毅 蛮不讲理 刚才甚至还动手打人 你们赶紧把他逃走 你们还真是贼喊多贼啊 武队和李队是我招来 你们猜他会招去 李毅同志 原来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 怎么不早说 我好备点礼物 过来讨杯洗酒喝呀 洗酒的事一会再说吧 我今天就要未来 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通知 好 到咯 这是 这是枫叶卫生院一名护士的认罪书 二十三年前 他暗中帮助唐记忠夫妇 用一个夜行物色 变坏了一页 而且你能捏 这是我的妻子 什么 哪有什么认罪书 什么 这可能怎么可能 李兄弟 这事是真的吗 这事可不先开玩笑 当然 这封认罪书是那名护士亲笔系的 而今天 他也会自己去制房间自身 唐记忠周红梅 好大的杆子 吴队啊 李队啊 你们千万别停在胡说八道呀 我们是被冤枉了 对对对 小子想报复我们 给我们鞭炒的罪名 你这样就打我 这一巴掌是替小雪打的 在他年少懵懂之时 你们就狠心将他与他的亲生一起拆散 这也就罢了 在这二十三年 你们把他当成赚钱牟利的工具 倦意他 侮辱他 欺负他 甚至还让他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几十岁的老官夫 真是丧尽天亮 我们养了他这么多年 让他报答一下我们 你应该吗 闭嘴 这一巴掌 是替小雪的母亲等的 你们自己的孩子要求了 就偷偷换别人的孩子 你们也是为人父母的 我就不懂这种丧死之痛 可怜小雪的母亲 这几十年 一定是每天一泪洗面 这一切都是拜你们宣慈 最后这两巴掌 是替我自己挡的 我曾经对签发誓 小雪作为我习惯 谁要是敢欺负他 我定不会轻辱 就连你 不对 厉队 你们看到了吧 他竟然当着你们的面 大人呀 你们也不管一管 若是李懿同志句句属实 你们两个败类 打死个活该 你们会真像这小子的胡话了吧 我们成功那是被冤枉的 冤枉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 你还要狡辩 我提醒你 如果不认罪 等真相查理 你们都下意了 小雪 妈的好女儿 妈真是知道撑 你不看我妈妈养你 这么大的犯了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 如果你们今天不出现在我面前 原本不打算甚至 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我 羞辱我还想再拿我换权利 你一定说的对 早该看起你们的嘴链 不应该对你们抱有任何希望 希望你们今后在牢里 可以好好的带回你 带走 我要 我要 娘 妈妈真的知道错了 娘 妈妈真的错了 李一 你这个朋友真的对你 不用这么自责 堂基忠夫妇能有今天 都是他们就有自取 哈哈哈 抱歉呀各位 让大家 看笑话了 嗯 婚礼 继续 好好好 婚礼继续 二位高桃 夫妻对拜 你这是怎么了 哪个舒服啊 你知道 就是 发了点想吐 没有想吐 这怎么回事呢 赶紧带小雪去看看医生 就是妈不用担心 她没事 怎么没事 丑小雪 你都没心没肺的 小雪都想吐了 你还说没事 想吐它不见得是坏事啊 说不定是您要做宝宝 啊 啊哈哈 这么说小雪 小雪就有了 哎呀 散散这日子 小雪你不会真有宝宝了吧 哎呀 你怎么知道的 我我也不先知啊 哈哈哈谁是唐雪 这些人什么来头 这人怎么看起来凶声恶哨的 上京同家家会 真是上京唐家人 啊 什么 上京唐家 那个号称大霞第一世界的唐家 他们来做什么 唐雪是我媳妇 大小姐 我终于找到您了 老爷知道这个消息 一定会很开心的 什么 大小姐 莫非在唐雪供养日 上京的唐家大小姐 你是说 我是上京唐家大小姐 不错 当年夫人在枫叶镇身下您 却被人掉了包 悲痛欲绝 如今真相水落石出 您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所以 命我特意来接您回去 大小姐 唐家现在陷入危机 急需您回去作证 请大小姐跟我一道回去 主持大局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 没关系 你有我 上京是吧 看来我又要做后楼 不过这一次 我家里 一定是你平常